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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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講很多呢 哎呀 我今天 非常非常榮幸 這個 不小心當主教 所以會過來 哎呀 實在是 謝謝 謝謝 哎呀真的有的時候 這個不太小心啊 希望那個 鍍頭目要不要小心一點啊 你們都要小心一點啊 不要太不小心啊 當然 當主教有一個好處是 我到處可以 跟我們的族群啊 像我們最近啊 我去年在高雄 高雄他們隨便 記一記就一千五百個人啊 有一點像我 過去在這邊讀大學 讀神學的時候 我們台北都市的原住民 那個交通 交通都會亂掉啊 隨便記一記 大概兩三千人啊 這樣子今天你們幾千人啊 三千人喔 咕哩咕哩 咕哩咕哩 這個真的是 我非常高興 啊 因為最近我們慶祝 慶祝這個原住民日 這也是 遲早的一個 我們說得來的一個 在公平正義上的一個 本來原住民早 早就是台灣的主人啊 所以我們證明 也就是確認 我們各個族群是真正這個 台灣的 我們叫做真正的台灣人的意思 就是我們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比如說耶穌是哪裡人啊 以色列民主的猶太人 因為猶太他們有十二個族 他是叫猶太 猶太家族 可是他住哪裡 那扎勒啊 所以他是一個猶太民主當中的一個支 一個士主叫猶大家族 猶大家族 猶大家族 就像我們可能阿美族 像我們周族也是分的差不多 好幾個士族 士族當中 有的時候 你不一定住在你的家鄉啊 像耶穌的家鄉 如果就他生的地方是哪裡啊 猶太的白人啊 對不對 可是他 他曾經也流落過到埃及啊 然後他 最後是 他的爸爸媽媽 就是我們今天來慶祝的聖母 升天 最愛他的 天主最寵愛的這個女孩子 後來他生了耶穌 他是生在猶大的白人啊 然後來被這個黑洛德追殺 他跑到埃及 跑到台東啊 跑到花蓮啊 跑到阿里山啊 跑到台北啊 不叫跑吧 你們叫千義也好了 千啊 北漂 北漂 是北漂南漂啊 沒有關係 耶穌也是漂過啊 漂來漂去啊 漂到 後來他住在哪裡 那扎勒 阿里山你們不要忘記了 好不好 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們因為 歡迎這個大陸的朋友 他們去三個地方 第一個阿里山 對不對 第二個 日坦 第三個 台東啊 花蓮啊 就這樣而已啊 別的地方他們看不習慣 哈哈 他喜歡到原住民地方啊 所以各位 那今天我真的就是覺得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實際上是都市原住民 我們有的時候叫都會區啦 我們因為生活的關係 這個千義本來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們很在乎 那在這個地區呢 尤其是台北教區啊 所有的原住民的弟兄 我非常的敬佩 非常的佩服 我今天是以原住民主教團的 主任委員的身份 也帶我的委員 也帶我們在這邊 還有我的老委員 宋弟兄 都是我的委員 我們呢 就是台灣教會 我們負責原住民地區啦 還有原鄉或是我們都會 我們希望原住民的教會 能夠不斷的提升 不斷的團聚 不斷的聆聽 不斷的發展 這是我們的使命 那麼我最近當然有參加台南嘉義的 那各個教區都有舉辦 如果你們注意到我們的范江吉雄 我們的我的執行秘書馬少他們 還有我們的張文文在後面 他們都有報導這幾天的活動 所以人家跟我說 唉唷 你們那個原住民的那個報導 有一點那個版面佔太多了 如果你們注意到這兩個禮拜 真的都是我們原住民的那個報導 有一點把我們的教宗翻幾個燒 也把他壓下來 唉唷 不行啦 不能壓啦 這是開玩笑 所以讓我們先特別感謝 杜仁我們的主任委員 我們這個譚臣夫修士 你們在台北的努力 你們台北能夠聯合在一起 然後我們知道你們的主任委員 是羅紀元神父 我昨天就是被他接待 我住在修道院 早上有兩位非常非常帥的年輕人 非常應該是不是阿美族的少女啊 親自接我 讓我圍字一鎮啊 感覺到非常榮幸 那個兩位在哪裡 兩位在哪裡 啊 啊 對嘛 對嘛 對對對 所以因為有台北這樣的一個 原住民委員會 我希望我們是一個平台 我們主教團能夠幫助各個地區 各個教區的原住民委員會 能夠發展 能夠成長 能夠延續過去的 那這一方面我們一直在做 那我就不多說很多 我們正在做的像共融的活動 前一陣子他們一直說 哎呦 奇怪咩 我們本來是應該是 我們台東花蓮出一個主教是正常的 到那個怎麼會是阿里山有一點不正常啊 因為人數太少啊 我們是以前只有九個族群啊 現在我們大概幾個族群啊 十六 十六 我們不為過啦 但是永遠不要忘記 我們是台灣真正的族群 我們在語系也不過是三種不同的語系 我們是真正血緣最親的 甚至他們說啊這個南島一直到 馬達加斯卡一直到非洲南部 都是從台灣台灣來的 所以我們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們應該要對我們的文化要保持的 非常重視 那所以我們原住民有辦的共融的事 很棒喔 從台東同花蓮同各個教區 原住民布農族排灣族不拉 哎呀真的 我們在原鄉地區跟原住民地區服務的神父 我跟妳講是在台灣不占少數啦 我們原住民的神父也算是以平經來看 我們也不樹在平地的漢族啦 但是呢 我們呢 我們有外籍 過去他們都是外籍 都是傳教士 像我是聖言會他們的傳統啊 還有很多耶穌會 方基哥會 巴黎外方啊 還有我們的白冷等等 還有現在他們的這個修會 都也是都為我們原住民服務 我們要特別感謝他們好不好 來掌聲鼓勵 來掌聲鼓勵 外籍的 還有我們本地的神父 今天有沒有來 很難來 因為今天禮拜天 對不對 我啊 我是本地的啊 我是倒倒地地的台灣人啊 倒倒地地的原住民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們非常的希望 那這是我們推動的工作之一啦 我們共融 然後我們繼續辦 我們的原住民的一個 牧林大會 我們希望 像你們一唱歌就不一樣 像你們一遊行 你們的衣服就不一樣 像剛剛你們一唱 哇不一樣耶 唱到我的心裡頭啊 因為你們那個唱歌 隨便一唱 以前那個曾祖教跟我說那個 哎呀 我說你們那個阿妹很會唱啊 他怎麼跟我回答 阿妹喔 小的時候就隨便 隨便在我們部落 隨便 他不是最好的啊 哎呀 這是祖教講的呢 但是 真正會唱的啊 哎呀 隨便找就有啦 聽得懂嗎 你們最近阿琳得到冠軍對不對 隨便拿一個村莊出來就可以唱嘛 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們的底子裡頭的文化 這是我們的根 這是天主賞給我們的恩惠 真的 隨便唱 隨便哼一下 我聽說你們今天下午要表演是不是 小心一下這個可能這個太小啦 那個這個屋頂可能會不太大不太高啊 因為我聽以前我們的祖先啊 我聽神話 他們唱歌的時候真的會飛起來啊 尤其那個年輕人啊 你們帶著這個 我今天有帶喔 我到台東的時候真主教給我啦 那個是阿美祖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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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對不對 對啊 哇我們原住民的年輕人聽說以前喔 勇士喔 為了要跑步啊 比賽啊 聽說那個香蕉啊 香蕉夠不夠啊 那個原住民的話 不要忘記了你們不是周主喔 哎呀 不過一樣啦 一樣啦 意思是說那個他飛的時候 稍微跳一下 追那個山豬的時候 那個香蕉的葉子稍微動一點點而已啦 就像這樣子啊 追女孩子才對啊 才會追上啊 哎呀 我們原住民要保留我們的精神 保留我們的文化 保留我們的特質 這個是不可或缺的 我最近發表一篇文章 我用教宗番基哥 他在亞馬遜第七啊 這個我就不想講很多 但是他有四個夢想 他寫了一個歉譽啊 如果有空你們放一番所謂的週報 看一看 這裡面他提四個夢想 第一個夢想就是 他熱愛這個 他對社會方面的夢想 還有一個是文化的夢想 第三個是生態的夢想 第四個是浮船的夢想 我真的希望我們 這個我們做原住民做全世界 他不是只有對原住民講 他是對整個世界講的 如果你們注意到 我們這一位教宗 他是哪一籍的 哪一個國籍的 這什麼婆郎啊 你睡著啦 你們跑得破狼欸 不是啦 現在的教宗啊 哎呀 你們不認識他怎麼可以啊 你們還要派我去跟他見面啊 不能這樣啊 哎呀 我們的教宗是意大利級的 但是他的祖先是遷移到南美洲 他是阿根廷人啊 他叫George Mario Bergoglio 他是 這是他的名字 Mario很感覺 但他就是意大利級的 他就是歐洲南部的人 Georgia也是一樣 但是這個 Bergoglio 我覺得有一點是南美洲的名字 但是他的揮號是什麼 Franciscus Francico 那是他當教宗最重要的理想 Francico是他 他雖然是耶穌會 但是他的精神願意像Francico會一樣 所以他有兩個非常特別的精神 我也要特別提到他 因為他真的是 他像我們一樣 有的時候是親為跑到北漂南漂 他到南美漂了 他是南美洲的人啊 他常常說我是南美洲人 他對原住民最認識 因為整個南美洲就是印第安民主啊 所以他非常認識他們 所以他很關心這個亞馬遜 亞馬遜有十幾倍的台灣啊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族群 他在羅馬舉辦了一個叫 放亞馬遜的世界主教會議 可見他特別重視 後來他寫了一個歉譽 他要表達他四個夢想 他非常希望我們的社會公平正義 這也就是我們今天 原住民日要創造的 要持續不斷的加深 希望我們各個政府 對原住民要尊重 要創造一個社會公平正義 這個是叫做 如果你們看看他到 他到這個加拿大 潰北克省那個叫做 懺悔之禮啊 要表示西方的文化 曾經對原住民有一種 不尊重的一個事實 他應該要承認要懺悔 這是我們教宗表達的 我們台灣不能說沒有這樣的事情 今天不是我的主題 第二個他特別提到文化 亞馬遜是世界最美的文化 那台灣我們最美的最多采的 最有特殊的文化是誰 遠住民 講一下 遠住民 對 你看看我們的聖母 那麼有文化 那麼有傳統 我們提升了我們這個聖母媽媽的形象 我們請她穿上我們原住民的色彩 真的如果你們研究色彩學 我們的衣服 我們原住民表現出來的就是 真正天族創造 宇宙萬物的時候 一男一女要有家庭 所以我們這些服飾都把這一類的恩蟲都穿上 所以我在這邊我也看到我們周祖的顏色 周祖比較是紅色啦 藍色啦白色啦黑色啦 不過這個好像是各個族群都可以了對不對 漂亮不漂亮 我們的聖母媽媽一定很高興 有一體穿上這麼漂亮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 阿美族叫什麼 花冠 花冠真的是 因為我們周祖的話要七個顏色 就是七彩要彩虹 那個真的很漂亮 他們戴的這個 尤其你們這個服飾 戴這個項鍊 越漂亮越好 我真的越看越漂亮 來鼓勵鼓勵 如果一個台灣如果原住民的文化沒有展現出來 我們損失太大 這個就是教宗要表達的 沒有一個文化是絕對的 沒有一個文化是絕對完美的 我們文化要不斷的融合 但是每一個文化都要被尊重 所以我們原住民的文化應該被保存 我們的語言應該被保存 我們的所有的 不應該把它什麼殖民化 把它給它消滅掉 我們現在覺得政府已經越來越進步 但是進步的空間還非常非常之多 所以在這一部分 這是它第二個夢 第三個夢想是生態 花蓮不漂亮 阿里山好不好 日夜堂可不可以啊 台東怎麼樣啊 我們的烏來怎麼樣啊 我們的屏東怎麼樣 我跟你講 全世界最漂亮的地區 都是原住民住的地區 生態 不是開玩笑 請你熱愛這個地球 請你熱愛所有的這個生態 要不然你們會被烤箱 你熱愛上考的 越來越瘦啦 越來越漂亮啦 我們現在的世界已經這個生態 這是教宗最重要的 但他說重視原住民 重視原住民生活的空間 就是拯救地球的意思 請你們聽得懂教宗的話 他說你們是我的 我盡量用他的話 哎呀他說 這句話我們盡量能夠記得 因為教宗講的話 有的時候就代表著天主 給我們所講的話 他說我親愛的 我最鍾愛的亞馬遜人 這一句話就是他代表天主 給原住民說 我最直愛的 最在乎的 我的愛 我的愛人 原住民的意思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他願意表達 我們過去 這幾千年來 他甚至都要推翻所謂 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理論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種事 我們早就已經心存了 你是你 這不是我講的 你們去看看教宗的心 要看看教宗講的 這才是標準 他是我們的頭 他是我們世界的領袖 所以說現在他在李斯本跟年輕人約會 我們的台北教區的中種主教跟他約會 所以我不小心跑到台北來了 要不然今天應該可能還是他主持 不過他一定會邀請我 因為他是我的老長官 我跟他服務12年 所以你們放心 我跟他很好 所以真的希望我們原住民 他很在乎我們 你放心 我以前他在嘉義的時候 我常常帶他 主教 我們要豐年紀了 我們今天本來現在是豐年紀 我以前是在太巴朗 我以前是在你們都朗 我以前在哪裡 都參加過你們真正的豐年紀 那才是經典 那個彌撒 有那個頭目 神父一起 哇 還有主教我們被邀請 那才叫做真正 所以我們現在覺得太泛政治化 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所謂的豐年紀啊 其實我們就是把那個 我們敬禮的是小米神 因為大家的族情 我們都知道這個小米啊 隨便一中他的生命力超強 我們感覺到他是有一種神性的力量 然後就會有營造一個神話叫做小米神 到今天也不能說錯 每一個民主都有他們的神明 但是我們今天知道我們就唯一的真神 而這個神是透過聖母瑪利亞 將耶穌基督這個默西亞 將這個救世主示給我們 我們已經有了這個信仰 我們要保存我們原來的 但是要提升啊 進入到聖母瑪利亞 他才是真正能夠忽悠我們 所以你們台北啊 能夠把我們的原住民的豐年紀的祭典啊 這一段時間也是政府為什麼要 8月1日是叫原住民證明日 我們主教團為什麼要把這一天當做 原住民的奉獻祈禱日 這個都是根據我們朋友的文化 但是我們身為基督徒 要把我們的文化提升 我們要讓他真的有信仰 這就是 所以生態是教宗最重要的 熱愛生態也就是尊重原住民的文化 也就是尊重地球 所以我們身為原住民 我們應該為這個大地來講話 我們熱愛大地 其實原住民最有環保意識 我們對這個河流河川的保護 真的是一流的 我最佩服 哎呀我到華蓮 我到你們海邊你們的神風 幫我抓蝦呢 我還不太會抓呢 哎呀到海邊一抓龍蝦 那個多麼經典啊 不過到阿里山他就不會打淚啊 那要找那個布農族才會打淚啊 你知道那個布農族爬玉山 他們的腿雖然比較短一點不好意思 但是齁他們一飛啊 他們飛到那個玉山啊 那個山頂都是好像是 好像是飛的樣子耶 那個是布農族給他掌聲一下好不好 哦吼吼 哎呀如果你要到那個高山故意釣魚的話 不是州主要找那個太陽 這樣清楚嗎 哎呀我們自己的文化自己保存 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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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我們扶床 一切一切什麼照顧原住民 照顧我們的文化珍惜公平正義生態 這個都是該做的 但是最應該做的就是扶床工作 就是講耶穌這個天國臨近 天主是愛天主是寬恕 這是我們基督徒最重要的使命 我們基督徒能夠聖化大地 能夠成為第三的世界的光 所以我們最近主教團一直在推動這個聖招的培育 我們很尊重在原住民地區在都會 像我們這幾個神父為原住民服務的神父 要不要尊重他們 愛不愛他們 愛吼 我在阿里山常常主持類似這麼多人的彌撒 哇 跟你們一樣耶 哇 那個奉獻很多啊 有沒有 哇 都是出手的那個筍子啦 最好的那個菜啦等等啊 你知道那個走主都是用杯的送到聖堂 我說每一次主持彌撒好多奉獻啊 可是聖經啊 聖母媽媽是奉獻孩子啊 把你們的孩子奉獻給主教啊 我要讓他當神父啊 當兄弟啊 奇怪啊 我還這樣子背啊 還這樣子背 我說不必這樣子背 你就這樣奉獻不就好了嗎 把孩子出手的 孩子生多一點好不好 欸 欸 不敢不敢生孩子 把孩子奉 然後像耶穌一樣 像聖母媽媽一樣 第八天 把耶穌奉獻給度人神父 啊 這樣就有耶穌嘛 啊你們呢 那個喔 等一下奉獻會很重耶 但是最高興是你們把孩子奉獻 你們做什麼呢 第一個當然神父 最後才當主教 不小心會當主教 修女很重要 真的全省的修女 你知道嗎 現在的主委那個一將是不是 他說哎呀 我現在才知道 我小的時候 他不會喝奶啊 他就喝那個人家那個外國送的那個 那個奶粉 他以為用吃的咧 後來他知道修女跟他說 不是用吃的 是用喝的 他要感恩的是修女照顧過他的家庭 他其實是天主教徒 所以我要 我這邊要表達的是 我們要有神父 我們要有修女 我們要有福傳師 後面這邊是什麼 義務使徒 來跟他們急功 急功 來 沒有義務使徒的 原住民最好的就是義務使徒 我的家人很多都是義務使徒 以前是傳道 我希望我們真正的要有義務使徒出來 這是教宗跟亞馬遜 亞馬遜 這麼四十倍的台灣 裡頭也不過幾個教區 沒有神父 但是他們的教友 承擔木領浮船工作 所以各位 我真的鼓勵你們奉獻你們的孩子 希望有很多的福傳師 你們那個傳學會的 棘手一下 是傳學會的幹部 來 傳學會在哪裡 都是頭目都是傳學會了 沒有關係 頭目不一樣 這個頭目 如果他當傳學會的話 就不一樣 傳學會在教會 所以這個尤其我最近會去代表台灣 我要到羅馬去參加我們世界主教會議 有新的趨勢 這一次會參加有投票前的教友有52位 一定有我們南美洲原住民的代表 我是台灣的代表 所以以後這個教會會慢慢的翻轉 教友的角色一定會更重要 那我希望教友們能夠照顧我們的信仰團體 所以我們都市原住民這部分 我們會很努力 我們很希望你們能夠有一個固定的談區 希望你們的談區的神父招呼你們 你們不要忘記 不要丟掉信仰 所有都沒有關係 但是這個信仰要保存 這才是真正的 就像聖母媽媽 她聖母升天 光榮的升天 因為她一輩子 她奉獻她的孩子 她支持耶穌 她跟耶穌一起走到十字架 她把我們所有的恩典帶給我們 所以各位 原住民好不好 原住民贖不贖 原住民團結不團結 好 我們要熱愛原住民 為原住民服務 希望我們今天的祈禱意象 都能夠按照天主的宴望實現 謝謝大家 天主將福